登革熱提早報道 衛福部機關署4月21號公布 今年本土登革熱病例已累積達100例 相較去年同期僅14例 今年疫情明顯早發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統計 個案平均發病到救醫通報 多半拖到6天 較往年平均值3.3天高出不少 凸顯醫師和民眾警戒心都不夠 機關署呼籲切勿掉以輕心 避免影響防疫時效 造成登革熱疫情擴散 從今年1月1號到現在 登革熱病例已經確定累積有100例了 去年同期是有14例 而且去年的話是有中斷掉 今年的氣溫比較缺水 民眾可能會除水 這些氣溫也蠻高的 這些都容易造成登革熱的散播 另外隨著氣溫逐漸上升 腸病毒跟著活躍 再加上目前部分縣市 實施限水措施 民眾可能會為了節水 忽略首部衛生 增加腸胃道傳染病 感染風險 預計大概4月底或5月初的時候 就會正式進入腸病毒流行期 因此我們特別呼籲 尤其是學齡前的這些小朋友 家長或者老師特別督促 他們要注意洗手的工作 目前現在水雖然是供應比較有限 但是洗手的水該用還是得用 機關署提醒全國缺水情況下 節約用水固然重要 但手部衛生更不能忽略 民眾要落實確實洗手 才能有效預防腸病毒感染 儲水同時桶子上加鈣 好避免滋生病霉紋 記者亞外把號台北市採訪報導 在訪問上 在訪問上 最高的 殺人 排泡